当你觉得肚子怪怪时,排便后不妨观察一下翩翩,也许会有惊人发现, 血便问题很常见,但若翩翩出现凝固形的血块,就更要留心。 大便有血块怎么办?出现血四粘液是癌症吗? 以下大肠直肠外科医师将你看懂四种血块类型,除了食物染色,多观察自己的分辨形态。 大肠直肠外科医师黄玉淳表示,大家可以理解吃辣会排出红红的颜色并伴随拉痛感。 吃火龙果与墨鱼之炖煮料理,便便颜色也会有变化,但撇除一些染色食物外。 当肠胃不舒服,通常排出的粪便形态就能略亏一二。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痔疮与楼管发作时所排出的血便, 但假如出现凝固形血块状,那可能更要留心。 偏偏中的血块讯息你懂多少? 黄玉淳进一步说明,粪便中出现血块有多种可能的原因? 其中一些比其他原因更严重。 虽然粪便中的血块可以解释为胃肠道出血的结果, 但出血可能来自上胃肠道包括食道和胃,或下胃肠道包括结肠和直肠。 他建议当粪便中发现凝固时,表示有轻微或严重的内出血。 这时先了解自己是属于哪一种,并且就诊大肠直肠外科, 一、黑色或柏油状宁块。 这表示上消化道出血,因为血液中的铁含量会与氧气发生反应, 并在通过肠道时不断变暗, 可归咎的病症为严重的血栓性痔疮。 胃肠炎、消化性溃疡、结肠癌。 其中比较常见的是消化性溃疡,也是胃内壁的开放性溃疡。 它们通常是右门螺旋感菌感染,或过度使用非肋固醇抗发炎药的结果。 症状包括恶性、颈挛、消化不良和胃痛。 出血可能会大量,并导致黑色或柏油样大便和血块。 另外,像是由病毒或细菌,例如诺罗病毒或沙门氏菌引起的胃或肠道感染, 严重时可能会导致血性呕吐和血性腹泻, 以及多个深红色或柏油状血块,取决于感染部位。 二、鲜红色或绿色血块, 表示下降化道出血也是最常见的血边类型。 黄玉淳解释,因为来自肠道下部的血液氧化时间较短,因此会显得更红。 最经典的代表就是痔疮与钢裂。 钢裂是钢门内的小撕裂,通常是由于排便用力和便秘引起, 持续性腹泻也会造成钢裂。 钢裂的血液通常呈现鲜红色, 有时也可能伴随鲜红色血块。 另外,若出现粒子色的血块, 除了发炎性肠道疾病IBD会有类似症状外, 缺血性结肠炎也是主因, 其因是血流受损或阻塞所引起的结肠损伤。 这种情况最常见于有动脉周状硬化病史的老年人。 症状包括腹痛和血腥腹泻, 可能伴随鲜红色或绿色凝块。 三,较大的血块, 这代表出血较多。 若血块虽小, 但数量很多的话也要注意。 主要造成的原因可能为发炎性肠道疾病。 症状包括腹痛, 血腥腹泻, 直肠出血和持续排便的冲动。 发炎性肠道疾病有时也会导致粘液变, 并伴随红色至绿色小凝块。 四,带有粘液的血块, 表示有更严重的健康状况, 例如感染、发炎或癌症。 黄玉纯说, 结肠癌除了会有沥青色的翩翩外, 随着肿瘤体积的增加, 脆弱的血管可能会破裂导致血变, 也会带有粘液或亮红色, 暗红色的凝块取决于肿瘤位置。 发炎性肠道疾病也会伴随粘液, 但比较常见的是肛门楼管。 其常见的临床症状包括肛门周围有小节节, 开口处有分泌物或患者描述大便伴有浓液或粘液。 如何诊断粘便血块? 对于粘便血块的诊断, 黄玉纯说通常会回顾患者病时和进行身体检查, 根据调查结果可能会进行一些检测, 包括粘便培养, 血液检测, 大肠镜检查, 腹部电脑断层扫描等, 建议提早给医师做诊断, 了解肠胃道哪里出问题, 也能及早治疗, 巩固肠胃道安全。 感谢收看, 欢迎订阅, 按赞, 分享。